经过这场疫情 中国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 非但没有受到消极影响 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改善 我们的朋友更铁了 我们的朋友圈更大 这是事实 我们说患难见真情 白皮书里边也专门提到 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艰难的时候 全球一百七十多个国家领导人 五十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 以及三百多个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 向中国领导人 来喊 致电 发表声明 以多种方式 表示慰问和支持 有七十七个国家和十二个国际组织 为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 提供捐赠 各国人民 都在以不同的形式 为中国加油 我们不会忘记这份珍贵的情谊 所以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疫情形势 中国感同身受 投桃报李 尽其所能 向各方提供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毫无保留地 分享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这个在白病书里面有大量的阐述 比如说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 中国已经向一百五十多个国家 和四个国际组织 提供了物资援助 将二十七国派出了 抗疫医疗专家组 同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举行了一百八十多场 专家视频会 我们的地方政府 企业和民间机构 包括个人 也积极行动起来 向一百五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 以及国际组织 捐赠了物资 同时呢 我们还为世界各国 在华商业采购 尽可能的提供便利 在华商业采购 在华商业采购